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还发现 从肖战进组之后 有关肖战新的饼已经不下十几个了 大家说不变的定律就是 只要肖战进组拍戏 全网马上就给肖战下一个饼 合作对象遍布各个年龄层 有85大花 有95小花 甚至还诞生了一个词叫不宣而战 解释就是不需要官宣 直接把资源塞给肖战还有备注 翻车几率1005% 网友们说肖战一进组 就给塞乱七八糟的饼 把它当微波炉了吗 有的干脆说 既然饼都塞了 我点名来一个 大家说 肖战的饼从不溜别人 但凡看见溜第二个人的都是假的 肖战就是那鱼微波炉 好饼的大烤箱 是饼都来热 现在来溜的饼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好 可见 肖战也是被越来越多的业内和观众认可 实力兼流量都亮眼的青年演员里 肖战综合素质确实吊打一众人的存在 肖战的低调只能对自己 至于被溜也实属无奈 网友朋友们说 有的饼溜着溜着就坐实了 业内人士说 想找肖战的项目实在太多了 至于肖战怎么选择 都有他自己的考量 分外珍惜自己羽毛的肖战 绝对不会乱接饼就是了 至于我们 吃吃瓜看看热闹 坐等官宣就好